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昨天的人气女团Blackpink 终于睽违了两年回归了 带来了全新的单曲Pink Venom 但是不料隔山打牛触痛了小粉红的痛点 因为MV中有使用到韩国的古典乐器玄琴 因为它的外形酷似中国的古增 导致很多小粉红就怀疑 这个一定是中国的古增 这个是偷袭中国的文化 搞乎要抵制辱华女团 有网友表示什么人气女团 这简直是气人女团 同时这个时期Blackpink以多个热搜 登上了中国的微博 包括像是JennyRap、LisaRap、好听、难听等等 因为在中国有超级多的Blackpink的粉丝 其中蛮大一部分都是小粉红 所以也有一些小粉红粉丝宣布要脱粉 同时在微博热搜hashtag的话题之下 Blackpink煮花 这样的话题之下 有网友表示 新歌刚出来就能上热搜 这明白的就是花钱买的热搜 当中国人是傻子 很久没见过了 现在突然冒出来 没钱了吗 这个Blackpink的确是睽違两年没有回来 不是因为他不红了 他们自己不出歌 我作为粉丝呢 我也是很焦急 所以你说他是过气了 很久都没见过了 突然冒出来 为了红一下 花钱的 那么扯淡嘛 开头就辱华了 Ruzy那个墨水 很明显就是抄袭中国风 我看来还以为是华语歌手 墨水啊 他提及是中国的 但是你说他抄袭 我这个觉得真的讲不过去了 人家也没说这个墨水是韩国发明的 对不对 人家还间接的帮你宣扬了中国文化 你说他这个抄袭入华 你不是扯淡吗 是不是我们今天我拿着这个麦克风 也如欧了 如美了 因为他是美国的 我用他了 如美了 我这个相机日本的 我如日了 我这个iPad 还是苹果的 如美了 还有这个电灯 这个如爱迪生了 如美国了 因为他是美国发明的 所以这些逻辑 我真的觉得好笑 还有什么呢 连你开场那个部分 就感觉不像kpop 一身中国红 确定不是抄袭中国元素吗 韩国流行文化 就应该有自己的影子 别总偷中国文化 哎 现在不是几百年前了 韩国人你要清楚 你已经独立了 不要再活得像个中国附属国 基础那个很明显 就是汉服装扮 不是韩国古人的样子 注意看他的法饰 不是韩国发型 经常看韩剧的我 我就有发言权 古装韩剧 根本就不是这个打扮 哇 现在你今天只要那个发型 有点中国风 你就觉得他是抄袭 这个入华了 我觉得中国很多东西 都是入韩了 因为中国很多都是韩版 你去买衣服 很多店长都会跟你 我们店是最新的韩版 你是不是今天也搞个 韩国的发型造型 你就是辱华了呢 抄袭韩国文化的 那扯淡嘛 开头的音乐 好熟悉 这不就是中国风吗 抄袭和偷盗 现在都这么明显了吗 Lisa开头更辱华 她手上弹的乐器 就是中国的古镇 其实每个人都安排了 一个辱华的戏份 看左眼了 之前还挺喜欢他们的 现在国内市场也算认清你们了 就算不是四位成员辱华 也是MV导演或者YG公司刻意辱华 人家弹个乐器 它是韩国本土的 玄琴呢 你要有点知识了解 学音乐的 或者是你自己去查证一下 你就知道 玄琴是朝鲜半岛最具代表性的 一个古典乐器 它的弹奏方法跟演奏技巧 完全不同于古镇 它是两个不同的乐器 我不晓得这算哪门的辱华 人家弹奏自己的乐器辱华 那极片呢 它今天弹奏的是古镇 它也不是抄袭啊 它也不是入华啊 那这个不就扯淡吗 你今天弹个钢琴 我是不是能说你如欧了 如欧洲了 如美了 如西方了 是不是 那中国那么多人都开始学钢琴 很多人都在演奏钢琴 那朗朗是不是天天都在如欧啊 是不是 是不是天天在抄袭欧美 那扯淡嘛 而且像我们现在穿的很多东西 韩版呢 我们穿的都是西装啊 都是西方来的文化 这这这这算抄袭嘛 我觉得知识它就是个共享 不要这么小家子气 你今天借鉴一下你中国风的元素 你都在辱华 你只要外形酷似你家古镇 你就说你这抄袭 你就是辱华了 扯淡嘛 那我可以这么说吗 周杰伦上个月就辱欧了 他为什么辱了欧洲呢 因为他上个月的作品 最伟大的作品 MV中呢 开场就是弹钢琴 那这不就是辱欧了吗 按照你们的逻辑 入华团世界巡演 无缘中国损失惨重 人民币还是香啊 可惜无法入境中国 nice 我们禁韩令真的做对了 你这个里面你就间接辱华了 因为你要自己注意一下 现在是个大辱华时代 你不辱华 人不辱华 华自辱 而且你这个用词不当 你就有可能涉嫌辱华 为什么说这个网友 他涉嫌辱华呢 因为这个Blackpink全球巡演 我去看了一下 里面有香港 有台湾 他说这个Blackpink 辱华团世界巡演 无缘中国损失惨重 人民币还是香港 那个的确没有办法赚人民币 人家还可以赚新台币 港币 你这里说他无缘中国 那你这个意思 香港不是中国了吗 中国香港 都直接从中国排除出去了 你这个不是算辱华吗 你不让别人辱华 你自己倒是辱个痛快 你这个真的太暖心了 凹席的话 我觉得真的有 有人说中国风我倒不认为 但是确实有新疆风 前奏旋律太像新疆的民族音乐了 那新疆不是中国吗 有新疆风 那么都间接台族 而间接江族 所以他们内心呢 还是知道的 还是排斥的 知道台湾跟我们不一样 知道香港跟我们不一样 不得不说 辱华就是流量 所以他们在国外为什么这么火 亏中国还这么多人喜欢你们 背地里靠反华赚取美金 看到这热搜和新闻太上人了 我想说 人家怎么可能会靠反华火起来的呢 而且人家怎么可能靠反华赚取美金呢 你不是说人民币最香吗 你看现在自己都打自己的脸 Break Pink之所以这么火 他跟中国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今天只要火 难道就是你靠反华才会火起来吗 我觉得一个团体活不活靠的是实力 而不是靠反华 你真的以为别人在乎你反华吗 觉得很多人呢 觉得这个国外啊 不管是台湾日本 甚至是美国啊 觉得这个美国人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觉得这个美国人哪 天天想着怎么对付我们 其实啊老实说 你来美国你就知道 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关心你中国怎么样 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 还是那句话 国家面前无偶像 惊天脱粉 不再关注他们了 只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做人 不要赚乳滑的身影 不要吃着粉丝的背后做这小动作 希望是公司的安排吧 也希望未来他们能认清形势 如果能改正错误 我还是会回来 还是那个blink 祝你们安好 未来有缘再见 人气女团 我看是气人女团吧 气死了 国内女团怎么就不争气呢 禁韩令都这么多年了 怎么不出个国内女团打脸下偷国 真的一点都不争气 气死人 OK今天影片到这里 看到这么多小朋友这么气愤呢 今天也没有算白过啊 太开心了 那待会好好睡一个美觉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 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赞助频道 谢谢拜拜 inspired… listened to chapter 10 Baik Baik 해� splitting 有趣 是 我 ых 本 Luiza 导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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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三字片